不说了,那说说戴永阁吧,说说戴永阁啊 一说戴永阁,你说什么? 你知道戴永阁是谁吗? 你知道戴永阁是谁吗? 孟建柱书记告诉专案主 谁提到戴永阁,谁就是图谋,别有用心 严格审查! 孟建柱的海外一打手 现在这个人还跟咱沟通着呢 所以咱知道很多事,我不能说他名字 这个哥们约了当时的,就是刚刚被抓起来的 就那个王敏书记的吉林的秘书长叫欣姐 欣什么宴,那真漂亮啊,真漂亮 显著人啊,告诉他家人你把什么东西认什么时候不认 然后这东西你告诉我在哪里 然后又到了欣什么宴给传话 说你看你那个有一个大粉钻,找不着了 这个王敏家全都给他收完了 结果王敏家找出了几十个那个陶啊,壶啊,就是那个陶器啊,古董 那流行中国很多的叫什么陶壶,茶壶 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什么明壶啊,什么青壶啊,搞好多啊 戴永阁也买很多 结果有人就说我给王敏送了多少多只壶 他家找出一堆,就会发现都是几百块钱的 就专案主都给扔了 但是有些东西找不着,粉钻 王敏书记啊,对他家人很惨的 就对他女儿,对他女婿,对他老婆很惨的 真的是很惨的 他老婆是上海三中出来,就看不起王敏 王敏受到精神虐待压力 所有压力都发来跟别人女人 就宋祝英,洗床单,杨岚找钥匙 然后跟赵本山就混在一起了 然后跟辛姐遇到了真爱 这个粉钻结果就在辛姐手里 粉钻,你知道多少钱吗?这粉钻 当时3.5亿人民币 今天最起码得6亿到7亿甚至更高 这是英女王其中的一个粉钻 通过一个台湾人买到送给了王敏 王敏没给女儿,没给女婿,没给侄子,也没给弟弟 王敏有个双胞胎,你知道吗? 王敏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你们不知道吗?这都不知道吗?一会你可以查一查 一模一样长的 结果这个东西也没给他老婆 他给了辛燕 你说这个爱情这东西很神秘啊 这叫爱情啊 这真叫爱我认为 大粉钻 我都没给你七嫂买过一个超过什么几百万的币 再出来也没有 你找了也不要 这个大粉钻 结果是孟建柱找到,直接给囤了 因为这个燕姐傻乎乎在里边以为这是人来帮忙了 打着孟书记照顾的名义 当然家里藏粉钻 所有王敏藏的东西全被孟建柱给拿走了 到今天专案都不知道 咱那个哥们就是办案其中人之一 是前一段办案的 他说我最近发现这个飞飞秀之后事儿有变化 他说我这突然就找回来了 他说你们第一期审完敏的时候 他这段怎么说他怎么再问 把我们这就招回来了 他说我们当时二十几个人专案主 现在只剩下六个人了 这二十几个专案主死的死 抓的抓只剩这六个人了 二十几个专案主啊 几乎被孟建柱几乎全部给窝端了 你们听懂我意思了吗 你搞律师你点逻辑啊 共产党有多黑 把本来辽宁会选 让王延 舒汉璋 戴永哥 所有人赵本山这些人腐败所有的案子 推给了王敏一个人 还想让他自杀 最后不允许谈曾家 不允许戴永哥 不允许谈任何孟建柱 也不允许谈任何其他人 最后办专案主的人 完全不让提的事儿的情况下 判完刑以后 摆着二十几个专案主 现在全部干掉 只剩了六个人